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发凡 这里是温和华青少年钢琴家俱乐部第九期弹琴访友节目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全球杰出华人艺术家协会主席潘芳芳老师 您好潘老师 您好小老师 我们温和华青少年钢琴家俱乐部和潘老师主办的JOCAA比赛非常有渊源 我们曾经有五位会员像王燃飞、Jessica、Anson、George和Paul都曾得到过最高奖的千约少年奖 对,没错 还有很多会员得到了一等奖、二等奖等等 潘老师举办的JOCAA国际音乐比赛今年已经是第九届了 非常具有规模和影响力 尤其今年得到了阿格里奇协会的认证 应该是说从上一届就开始了 对,上一届但是就是因为是在网络举行了 所以就是从上一届开始我们就得就是有进入这个阿格里奇的这个基金会里面 他们有一个国际钢琴比赛的一个组织 然后对,也给我们发了一些证书 太好了 潘老师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比赛的初衷是什么呢 哦,那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钢琴老师 就是也教学了很多年 然后呢就是一直有一个就是心愿 就是因为我以前在我30岁到40岁之间呢 我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我的教学上面 放入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个钢琴教学上面 那我觉得当时也略有一点点心得 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学生联系交响乐团跟他们合作 在他们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可以跟乐团合作 然后也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独奏音乐会 我还有学生八岁是九岁 就做这个莫扎特的全场的这个这个中名曲的音乐会 所以呢,我其实我是把我自己教学的每一个阶段 给予我自己的学生每一个阶段需要的养分 放在我的这个比赛上面 然后我发现我好像就是知道了 就是选手需要什么 老师需要什么 需要给孩子什么 所以呢,这个是我的一个初衷 从二零九年第六届JOCA比赛呢 就开启了美国总决赛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 请潘老师能谈一谈吗 这个转折点 对,是 因为首先是我以这个杰出人才的这个方式移民到了美国 刚开始我还没太觉得这个移民对我有什么的改变 我只是改变了一个环境 后来呢,就是 因为我人就是生活在美国了 所以呢,我就会考虑 我会更多的时间在这边 在美国这边生活 所以呢,我就考虑把这个比赛移过来 然后移过来之后 我发现最大的变化是 我真的可以召集全球的孩子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比赛 跟以前好像是有一点点 就有一点不同了 以前在中国比赛吧 你怎么召集都只是中国的孩子参加 但现在呢,就是慢慢就是各个国家的选手都来 因为他们也很想将来会 有可能会过来美国这边读书 特别是音乐学院 很多很好的音乐学院都在这边 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比赛 再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而且是我意想不到的生活 是,我们加拿大的选手也参加了越来越多了 对,而且都非常棒 请潘老师介绍一下这个JOC比赛和其他比赛有什么不同 还有什么样更多的亮点呢 我觉得我们的比赛呢 我经常跟选手们 就是特别是赢了的选手们都说一句话 我说当你们赢的时候 是我们协会给你的起点 就是有很多时候 我在我比赛进行之中 我就加了很多的元素 而不是我之前就可以预估得到的 就是比如说 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学生需要开始跟交响乐团合作了 好,我邀请这个指挥家来担任我们的评审 希望他能给孩子们一些指导 也希望他们将来就是 能进到更厉害的国际钢筋比赛的时候 他可以得到这个经验 就是谈协奏曲的经验 因为基本上在国际比赛 这个协奏曲是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元素 所以呢,包括今年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室内乐的这个音乐节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华裔的孩子都喜欢读咒 就喜欢以我们自我为中心 所以我希望他能变成一个音乐的team 我特别喜欢这个感觉 所以就是有不断的在改变和设计给他们 然后包括他们赢了以后 我们会有我们的资源演出 公司的资源 像上一年的青年演出家 他们每个人都获得了十个城市的这个训练 总共有一百场就在中国里面 今年是第九届国际钢筋比赛 今年的比赛的选手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吗 今年的选手也跟以往的不同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两年增加了网络比赛 这个网络比赛呢 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就是会第一个中国的孩子特别难过来 那美国孩子想回去中国演出也不容易 所以呢就是从上一年完全是以网络比赛的方式来进行 但是呢意外就是很意外的就是 我们获得了更多更广泛的选手的就是这个群体 来自了更多的国家过来 因为他不需要就是坐飞机过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他们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网络的出赛和网络的总决赛 然后到今年呢就疫情稍微缓一点点 但是也不是完全可以开放 所以我们会设置就是有 可以他们自己选择可以参加网络的总决赛 或者是现场的总决赛 就会在这方面有不同 那我们会要求选手去录制视频 那这个录制视频的好处呢 就是会让选手们就是 他能在我的面前程式他最佳的状态 你不会担心他漏了一个因 错了一个因 或者需要看护 因为他一定是准备的非常充分的时候 录制了很多次 然后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我们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我们并不希望看到选手在台上 露了一段因为心理的缘故 但是他在这个反复录制的时候 他也提升了 是 我们通过观摩比赛也发现 选手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 对没错 我们参加比赛呢 第一得到了锻炼 第二也有很多后期的发展培养 GOC都做得越来越完善 请问潘老师对未来有什么好的规划吗 未来 我可能之前呢 可能放了很多的演出的机会是在中国的 我们将来会把更多的演出的机会 可能会放在美国呀 加拿大呀 甚至澳大利亚呀 就是德国啊 会走更多的地方 会跟更多的这些音乐学院大学一起联系 因为我每年都邀请了不同的音乐学院的教授 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评委团 然后他们也在见证我们的成长 所以也非常support我们支持我们的这个比赛 他们也见证到我们怀疑孩子的优秀 真是太让人期待了 今年是潘老师第三次来到温哥华 能谈谈你对温哥华的印象吗 对我特别喜欢温哥华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文化气息的一个地方 特别吸引我的就是 其实刚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看见你有一些学生的视频 在这个YouTube上面 我看哎呀 温哥华的小孩 怎么那么小的谈得那么厉害 其实我那时候蛮惊讶的 后来过来以后 我也去看了你们一个比赛 叫CNC的比赛 那时候应该只是个初赛 但也让我很惊讶 就是当地的孩子的那种 学习的气氛投入啊 包括他们的也很专业 包括他们踏板的用法 包括下面那个电 我知道都是老师的精心的要求 那说明他们对细节 已经非常的专注 所以这一点吸引我过来 那我走对了 然后这几年一直有很优秀的 加拿大的选手 在我们的这个GOC的这个比赛里面 出现很好的成绩 最后请潘老师 给这些学情的情统一点建议 我当然是非常希望 让他们就是能定期参加一些 大大小小的比赛 然后呢把比赛的荣誉放轻 就特别希望呢 就是孩子们把比赛 变成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然后老师也会帮助他 达到这个小目标 这个小目标达到了 他在无形之中 就促进了他对音乐的喜好 然后呢家长和孩子们都要学会 把荣誉的心把它放淡了 把学习的心放得更重一点 不要这么在乎自己得了 就是一等奖还是二等奖 那我在我心目中 我真的很想给每个小孩子都一等奖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要有一点的 这个专业性 所以呢就是你在不 只是证明你这段时间 可能谈的还差一点点 但是呢你可能经过一段努力 这是一个标准 不是说你好或者不好 而是你达到的这个标准 你就是这个成绩 你达到这个标准 就是这个成绩 它只证明了你现在的这个努力 不判断你是不是有天赋 所以有很多家长会把这个成绩 看成就是自己孩子 有没有天赋的这个标准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而且你真正考验孩子 是不是有天赋 那你要在一个大量的恋情 然后在一个专业的学校里面 去学习 在参加更重要的一些 国际比赛的时候 你才能判断你的孩子 是不是有天赋 不要拿小孩子 才每天谈半个小时 去问老师 我的孩子有没有天赋 哎呀为什么我才三灯 我孩子是不是没有天赋 你每天十分钟 天赋咋来呢 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小目标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比赛的一个 给小朋友一个建议 很好 非常感谢潘老师 这是我们俱乐部 给潘老师一点点小小的 谢谢 谢谢 好可爱的小熊 也期待潘老师 在此做后我们的访谈节目 好 谢谢 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